取緣名字3.1416當然在3點開始 如果大家懂得計算數 都知道圓州完全要靠3.1416這個數字 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圈子 遇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祭願 讓我們成長起來的性格都可能有所不同 但是你的圈子 和他的圈子 和我的圈子 有時可能因為你的機緣巧合 而逢在一起 非科學的角度我們叫做緣分 在你的緣分困狀底下 又會有一個化學效果 在你每一天覺得 都是這樣 在生活圈裡面 可能你說的一句話 你的一舉一動 影響了我的情緒 觸動了我 可能對某些事的看法 或者對某些人的看法 之前請來一個嘉賓 就是一個女孩 很喜愛HIPHOP 今晚我請了一個男孩 她很有理想 都是很喜歡HIPHOP 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決定了 因為每個人 每一天都會有固定的生活圈 無論是生活模式 接觸的人群 甚至乎你的喜好 每一天應該都會差不多 不會太大的起伏 但當你這個圈子 撞入在別人的圈子裡面 就會產生微妙的變化 可能別人是一對話 別人是一些很奇怪的喜好 令你會踏出自己的圈子 意外去嘗試一下 之前訪問過一個 很喜愛HIPHOP的女孩 她們就開始慢慢一步又一步 向著自己喜愛的東西進發 今晚禮拜這個嘉賓 她進發的速度更快 如果你之前在一些雜誌 或者在一些店裡 看到一個碟 再寫CD 免費可以讓你拿的 你心想 在香港地上有沒有那麼笨 有的 還有這個碟裡面 驚訝地是有二十級 但還是不用錢的 這個世界就是有這麼奇怪的人 所謂虧本的事都在做 很想問她為甚麼 對吧 我有沒有問到這個問題 可能給我 我自己都會這樣做 自己喜歡 算甚麼錢 可能你覺得這樣又不是很合乎你自己的理財原則 或者生活在香港裡 做一些這樣的想法嗎 就是可能少 就是可能沒有 那你就嘗試想想想 甚至乎 這位的嘉賓 自己托著幾百個碟 所謂去召喚 看看有沒有朋友可以給她一個地方 把她的心血放在一些櫃檯 在店裡 希望可以分享到一個喜愛的東西 今天的嘉賓方面 她叫做 咦 這麼快給我講完話 都未讓她講 不如讓她講一下 平時你的生活 形態 每一天的流程 是怎樣的 其實很簡單的 我一睜大眼就HIP HOP 直到我睡覺閉眼 所有事情都關於HIP HOP 我的音樂 不是誇張真的 我很有趣的 我會逛街 例如我坐著吃東西 我聽到別人說聊天 不時不小心聽到 她裡面有些東西 很有趣的內容 我可能會用來寫歌 逛街我們見到 可能有些海報 或者有些甚麼 某些東西可以inspire我 可能會覺得Cover可以這樣做 或者怎樣 全部東西都關於這件事 所以你說很刻意的流程就沒有 總之我每一天的生活 我都很開心 因為我一睜大眼 我就知道我的音樂努力 聽輕輕力掃結他 比特三個哪怕唱到聲音沙 亂唱亂唱 跪後尿 亂去的嫌下 天真想法太誇 比特上過要變個作曲家 補入制度化 下黃秋去 總會有一點變卦 進進退退變了普通觀眾 看著電視 鬧意槍戰 看著電視 望愛到我 每一個 太理想和我 眼睛有個少女唱到大紅 實現願願望 換言著自我 曲風 食人啊 鐵三角 笑望到心底狀痛 一支創造吉他 低聲這彈牙 聽到有音叉 比別買到 拍賣網 配合可憐化 今天嘉賓Master Mike 今天自己出了第一支唱片 叫做 The New Hope Mixtape 曾經你也在北京讀過書 生活過在不同地方 另一個問題 他有一個問題 究竟你喜不喜歡香港 我喜歡的 我喜歡 我比任何人更加喜歡 當年我不讀書 要回到香港做音樂 除了音樂之外 另一個地方 因為我太想念香港 他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有很多好的地方 有很多好的地方 但對於我來說 因為這個永遠在我家 眼睛有個少女唱到大紅 實現願望 活現著自我曲風 明亮 鐵三角 除了對你喜愛的男生 或者女生 你會補達喜歡之外 我常常覺得 喜歡這兩個字 在香港是很難說出口的 你有沒有試過說 喜歡你的家人呢 有有沒有試過 喜歡你某一個同學 老師 嘗試 甚至乎你說 你真的很喜歡 香港這一個地方 你試過說的話 嘗試一下 睡醒之後 對你真的喜歡的東西 喜歡的人 表達多一點 對 每個老鳥 每個一天 放鬆 醒醒 醒醒 並未實現 合唱 美妄 神明 當然對我來說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 Mastermy竟然可以 用完自己的錢 投資到自己 喜愛的東西上面 究竟你怎麼看錢 這件事 我覺得你要看你怎麼運用你的錢 譬如我做的這支節目很清楚 什麼都是錢 印店是錢 運輸是錢 可能龍哥也是錢 做鬍子 做場地 或者聯絡 車費 船票 都是錢 沒有錢怎麼做 但是不可以為了錢 而完全地出賣自己 我明白有些位 可能大家需要一些的託協位 有些需要一些的緩衝位 但始終不能夠太自私 因為你都不想 你音樂很厲害 但是你的家人生活 你有沒有顧及到呢 為了夢想也好 都要顧及身邊的感受 這些是不是叫做 凡事都要留一線呢 另外呢 跟喜愛音樂的朋友聊天 當然要問 有什麼歌曲 或者哪一支歌曲 影響你最多 還有那個是哪個歌手呢 我會選擇 夏小星先生 永不放棄 起雞皮 我聽你的歌 那種感覺是 其實他那一刻 他不只是講音樂 他那支歌 根本不只是講音樂 但是你是會 你是會知道 你是會感覺到 很堅持下去 那種的鬥志 你會是 令到你重演鬥志 我覺得這一首歌 很厲害 驚嘗著石瓮衝擊 叫我守清 雷革滴滿了地 天天 天天 我不放棄 不存淺 不存在內 呼氣 永遠能留就此 沒有俊憩 我今後再翻起來 永不放棄 现世线 心肚无疑 无措置 总找心的罪名 无事 不肯放弃 从来没放弃 就算再泻气 坚守信仍然是我人生的负尾 我仍然会坚持到最尾 我信机会会留给 做好准备的我们 总有的就丑丝鸭刀 可振致高飞 总是我踏过 失过 远路我都笑过 哭过 我说过难题的说话 我听得太多 再难过的困难 我都一一创过 我保证我 结果为永不放弃的梦想高歌 负担在寵我结疼 忍欲负重我忍痛 小小的痛 便会阻挡我追梦 梦中我见到我们 越来越接近生理 生理不是属于我 而是属于支持我的你 我穿过脸约 我想过退缩 我走过低谷 我曾经同学 未知数的结局 未知到怎样热促 但我为希望 我会继续 我会继续 我会 我不放弃 全眼泪 呼气 勇气 永远同流就此 没有尽期 我以后再发现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永远生事 心中忍忆 没错只中找到心的催眠 永不放弃 一开始无人知的MC 竟然可以签公司 以为有公司的支持 终于可以一招得知 从那时开始 我觉得成功会仰致 以为总之可以摆脱 从前的困难日子 但原来一切只是被我美化 将现实社会 过分简单化 商场亦已如我诈 相信过无数的谎话 建造着丑恶的爪牙 知道成名背后的代价 我宁可回到地下 我唱过十八次 生命都无数百字 现在也无人会喜欢 不再也无人会重视 我仍然将梦想真而重视 不管坚持值多少钱一茶匙 总之仅仅是多少钱我都会试 我不怕言辱 我不再退缩 我不怕低谷 我不会同学 未知数的结局 未知如何结束 但我为怯空 我会继续 我会继续 我会 他就是MASTER MINDER 当然啦 歌歌后面他还有些东西想和大家说 愿你笑容接触 感觉爱心很放松 望愿你发博你半空 愿你眼神接透 窥探内心的暗容 明白有种意情 摊好 了变动 刚才你听了那个歌名称叫NEVER 接着也要问他 究竟在你的人生里面 哪一个叫做影响得你最多呢 如果你假议说Hip Hop上面 我会选择一个美国的rapper 他叫做K.R.S.1 他有一个畜牢在美国叫teacher 他是一个小时候没有读书的人 但现在是可以去大学讲话的 他对Hip Hop的认识也教识了我 告诉我Hip Hop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不是一种方法 不是说A加B加C等于Hip Hop 而是你的心态上 你去面对群众上 还有当你拿着咪在台上 你跟观众那种责任 就是带给观众的message那种责任 是影响到我现在做MC 我愿意那些人叫我做MC多个rapper 因为在他的解释 rapper是more into music industry 音乐的行业 MC是more to hip hop community 一个社群的 而我做的东西 当然我也想赚到钱 我不会否认 但我更多希望利用我的音乐 除了可以令我改善好一点的生活之外 我都可以希望利用我的音乐 可以为我喜欢这种音乐的community 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 很难得有一个人可以很坚持到 他自己身份的问题 很多时候都会问 究竟你想用什么身份去自居呢 但是普通人的话 不知道的 什么身份呢 身份证就是一个 对了 想想你自己究竟有什么身份呢 另外还有 Master Mike说到 他想别人叫他做 M.C.多过是Rapper 想破的错 感恰就 如果说到对于 持着咪咪 在社会里面都有一个责任 这件事 你有没有想过 你生活在香港里面 一定程度上 你都有这些责任在里面呢 谁人不见不懂得折迷 从人面前卷一卷发灯 他涉海期最新的派流作品 就叫做 《纯印》 《纯印》 当然跟Master Mike还有很多说话要说 但节目到差不多到尾声了 OK的 还有时间的 还有两条问题而已 但这一刻我们先请这个歌手出来 这些新闻都已经不绝了 还有相信他也有很多朋友 攻学的 但我相信我们还是不要说那么多了 别人都刚刚重新再尝试开始 留点空间给他们休息吧 听一首歌也是缘分 否则怎么似共度过万万 几分钟还有限 印证碎月无限 最痛变浪漫 一起听歌也是缘分 真的 从每些东西都会有缘分的两天出现 就好像我跟我每一个嘉宾都可以聊天 都算是缘分的 跟今天的嘉宾聊天的时候 都会说一句说话 或者是一些电影 当中发现他都很喜爱 我很喜爱的《黑天罗》这部电影 那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呢 在舞台上 我最初走在舞台上Rap 我跟他很相似的 某些人觉得我某个方面比较突出 他们觉得我第二个方面不行 但是我就很苦努 怎么可以改善呢 不算是很技术上的东西 不是说你很技术上的东西 是那种感觉 为什么我唱《Never》的时候 我唱到那种感觉 而我唱可能我唱《Master Dance》 我唱到另一种感觉 因为对我来说 我自己是很希望自己是全转的 就好像《Letter Portman》在里面的角色 《黑天网》 《黑天网》都变得很好 其实我也有想过一个问题 我看了很多历史的书 我罚很多的艺术家 画家都真的痴痴地 其实也都令我想一个问题 是否真的有完美呢 这个反而是我完了出戏 我出了戏远了想的东西 艺术会不会有完美呢 所谓的黄金比例 那种完美是否真的存在呢 因为他那个是玩一些比较open ending 我不知道他究竟 到底是真的死了还是怎样的呢 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要牺牲他的生命 去追求所谓的原理的艺术 值不值得呢 人生既可的感动还在 无可趁提却笑着会哭 成长是落泪后独有的感慨 你早拥有我每段年代 原当初的心一直同在 一直相爱 如独身的不止是回应 多精彩 你都知道更多关于Master Mike的东西 或者是他大碟里面的创作方向的话 继续留意一下我们吧 请期待 请期待 ,请再说 ,请 ,请 , 请 , 请 , 请 ,